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并不能往后仰 第四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第五个 肩脾后仗或者素仗 第六个 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启发 然后心完全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辄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三股金刚树衣 压着左臂以后 从右臂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成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派出三次气 这个左手呢 就是做那个金刚拳 也是压着一个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呢 可以说压住这个右臂 从左臂空当中的 三次勾起 心里面观想 从无视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呢 就是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些罪业呢 以浑色泣泥的方式呢 就是全部往外拍出 这样呢 就是拍这个三次气 双速度这个 做金刚拳压在大腿的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呢 出这个三次勾起 出三次勾起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视以来 以这个质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些罪业呢 以黑色泣泥的方式来 就是往外拍出 这样呢 就是拍这个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修命法 还有这个延祈舟啊 以诸佛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 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啊 获得这种降测 这种状态的 车车车ose 躺下饼, 把cel拉给刘蛋, 把cel拉给刘蛋,把cel拉, 把cel拉来盖起来, 把cel拉来盖起来,把cel拉来,把cel拉来,照动市场。 选择下饼, 发生手足, 把cel拉来盖起来,把cel拉来,把cel拉来盖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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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在我的相续道中生起来 然后以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你非常强烈的信息来合掌 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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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队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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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动 练完那一佛的话,上师融入了光,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心变成无二无别, 然后在这样的境界当中安住,不跟随以前的分别念, 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形式,也不引致未来的各种分别的事情, 什么都不执着,这样的境界当中安住 第一篇里面的宣讲殊胜的功德,特殊功德 这里已经讲了法性的本体,法性的分类,法性的功德 就分几个方面来进行宣说 今天我们学习本体的差别 那么本体的差别,今天在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什么叫做愿菩提心,什么叫做心菩提心 这个非常关键,大家必须要搞清楚 什么叫做愿菩提心呢,我们昨天也说了 首先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以大悲心来愿众生 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 以智慧来愿众生获得福果 必须要具足这两种条件 具足这两种条件的前提下,我们要发愿 我从现在开始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 这就是我们的愿菩提心 愿菩提心仅仅在心里面发愿,这样的一种发愿 什么叫做心菩提心呢 也就是说,我在这个发愿的基础上 我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 并不是仅仅是一种发愿 而且在实际行动当中是不离开它的流动万行 这叫做心菩提心 那么这两个之间的具体的差别,在这里面已经讲了 意思就是说,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 人们都应该了知,有一种叫愚心 另一种叫真正的足心,有两种 这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 我从这里到印度金刚座,或者我从这里到拉萨去 那么拉萨去的话,实际上 首先我必须有一种发愿,我要想去 还没有启程的时候,我有一种发愿 这个就叫做相当于愿菩提心 因为愿菩提心,我要度化众生 心里面已经立了坚定的誓言 但实际行动当中还没有进行操作 然后我这里真正已经启程了 前往印度金刚座的话 那么我留肺,还有自己的行李,衣服 全部都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以后,正在启程的过程当中 那么这个就相当于是真心 那就是真实地前往那里 这个意义呢,就像我们不但是要发愿 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 而且在实际行动当中正在度化那时候的心 有些论师认为是在那个时候的这种行为 比如说我要发布施的话,首先我想发愿 发愿完了以后,我正在布施的那个行为 就是叫做心菩提心,所以我们这里应该 所谓的菩提心在心上面来安立的 因此仅仅是他的行为是不是心菩提心呢 我们应该说不是心菩提心 那么也就是说,我刚才前往印度的路透当中 我当时前往刚开始的发愿,我不能舍弃的 如果刚开始的发愿,如果舍弃的话 很有可能中间已经停止了 或者是返回来了,有这个可能 所以说,以前全知萨迦派的国人吧 他也是说过,我们在心菩萨道的过程当中 就千万不能离开怨菩提心 一旦离开怨菩提心的话 很有可能心菩提心不能成功 因此心菩提心的这种心态 一定要在愿菩提心的基础上清醒去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才一种是欲心 一种是真正心 从过这两种比喻来 具有智慧的人 对菩提心的目的 对菩提心的本体 愤怒 这方面完全精通地 具有智慧的人 就完全了知 什么叫做心菩提心 什么叫做愿菩提心 而且它们的次第是怎么样 它们次第之间的差别完全会隆悟的 因为首先我们一定要 有一个愿菩提心的基础 如果没有愿菩提心的基础 那就根本没办法行菩提心了 所以这两个度 一定要安在一个心态上 我们这次学习《入菩萨行论》的这些 所有的所化众生 所有的这些佛友 应该称为大乘佛制 如果是大乘佛制 我们的相续当中应该受了菩萨戒 如果受了菩萨戒的话 菩萨戒的血处 这些希望大家也应该搞清楚 比如说顿根者面前 在《宝经经》当中 已经宣说了十八条 或者二十条菩萨的血处 如果顿根者面前 就像《学集论》里面所讲的那样 已经讲了四条戒律 然后顿根者面前 《导王经》里面所讲的那样 就是只有一条 也就是说 不舍弃愿菩提心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 最起码也是有一个基本的誓言 发什么样的誓言呢 我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违缘 我以后菩提心不能舍弃 就是今 我以后的做生意 了解 听不通 是 不能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们讲 功德方面的差别 因为我们前面 愿菩提心和信菩提心 共同的功德 宣说的 那么在这里面 他们特殊的 也就是说 分别的功德 在这边宣说的 首先我们讲一下 愿菩提心的功德 愿心余生时 随身广大国 由不如信心相续争佛德 他下面讲义当中 这样讲的 愿菩提心在我们身处 身世轮回中间 可以产生广大的果报 那么意思就是说 愿菩提心是获得圆满无上菩提的一种 这样的发心 正因为他是获得佛果的唯一的因 所以他的功德是 跟前面所讲的那样 一般来讲无量无边的 这一点没有什么差别 就是无量无边的 而且他在最后获得佛果不用说的 那么暂时在我们轮回 生世轮回当中的时候 也产生极大的果报 什么样的果报呢 比如说 你转在天界当中的时候 就是梵天 地势天等等 具有威望 名声的这些天王 然后你转在人间的时候 转成转轮王 或者是一些大施主 大成长者等等 我们现在世间当中 也是有些万贯家产的 或者是地位显和的一些企业家 世间的一些名人 实际上也是我们世间当中 这样的一种果报 当他还没有解脱 在人间的时候 跟一般的人 完全是不相同的 不管是从他的财力也好 势力也好 相貌端严 各方面来讲 具有一定的福德 威望 这就是愿菩提心的果报 愿菩提心有这样的功德 愿菩提心不像 心菩提心那样相续增上福德 愿菩提心跟心菩提心 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下面所讲的那样 心菩提心自从相续当中生起以后 那么它的功德 刹那刹那地增长 不断地向上 也就是说增长 有这么样的功德 可是愿菩提心 虽然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但是没有像心菩提心那样 它的增长率特别高 比如说我们愿菩提心 实际上跟前面的如意书一模一样 它有不断的功德 但是跟心菩提心相比较起来 它的增长率并不能那么高 就像我们银行里面存着 你定期存着一个钱 虽然这个没有取值钱 这个世间没有到之前 一直用之不尽 一直放在这里 就像一样的 我们愿菩提心一舍持以后 这个功德乃至佛果之间 永世用之不尽 一直保留着 但是跟心菩提心那样 不管是你在睡眠的时候也好 昏厥的时候也好 散乱的时候也好 任何一个时候 它的功德越来越增上 越来越膨胀 这种情况是没有的 这种情况是 完美的 那边你已经有偶尖了 这种情况是什么 嗯你不能想让你明白 那种情况下 ここ在一个地方 从中国过程的境界 本身体的话 我看到没什么 在那儿 是不是 このProgra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讲 信菩提心的功德 他这个颂词当中已经讲了 刚才怨菩提心虽然功德很大 但是跟其他相比较起来 确实信菩提心的功德大 什么时候 我们的相续当中深情啊 我要度化天边无界的一切众生 这样的发愿 这种发愿立志不退 是有些诸书里面说 即使遇到生命危险 我不会退传 所谓的信菩提心 有两种解释 一种刚才说的 用行为来摄持 一种在愿菩提心 这是发愿 我要度化一切众生 也就是说大概的一种发愿吧 到了信菩提心的时候 你再三地思维 也就是说 你怎么样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我的信心是不会退传的 哪怕是我的身体 怎么样分身吹骨也好 我们这个世间上也是说 君子一言快马一变吧 斯玛兰罪也说 快马一变 也就是说 我们所谓的这种 自己所说的语言 永远也不会变的 就是不会今天我发了这种誓言 明天应该什么 中间出而反而又不想退 不应该这样的 在自己心里面真正是 说了一句话 从此以后再根本不会退回 这样立志不退的这种心 要受持这样的菩提心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我们的相续当中 已经生起这样的心 从那个时候开始 当然你在行持善法的过程当中 这个功德不可思议 这是我们没有什么可受的 即使你的行为有点善了 或者你在晚上 睡眠的过程当中也好 或者说你在房仪 行为并没有如理如法的作者 外面唱歌 跳舞 在这种过程当中也好 还有在一些昏厥的过程当中也好 或者说我们处于 心 主 我 平时的威仪 在这些当中 你的功德 你的福德 就愿一切众生的这种福德 他的相续是 永远也是不会耗尽 而且一刹那刹那地开始争夺 他的量完全成了 无边无际的虚空一样 就是这样的广大 所以我们相续当中 大家也应该 心菩提心的这种发心 相当的重要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生起 的确是 我们今天做一个善事 就是一个善事 那么这个用完了以后 再没有了 如果我们真正以菩提心来摄持的话 那么它的功德是相当大的 以前上师如意宝 都是这样讲过 说是 心菩提心 比如说你的相续当中已经 死也不会退转的 这个心菩提心摄持 然后以这个基础上 你念一个观音信咒 欧玛尼巴米红 你念一遍 那么念一遍的功德 到你成佛之前 一直越来越增长 越来越增长 如果你这个菩提心没有摄持 你念了多少的咒语 做了多少个善事 然后发了什么样的布施 这样那样的心 实际上这个功德到一定的时候 有限度的用完 所以平时我们在行为当中 应该是自己观察自己的心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可能自己发心是到底怎么样的 自己的心的相续当中 我产生过这样的 发愿没有 你发过真正的 这样的愿没有 这方面必须要自己观察 知道了吗 我就在追完 艺术 本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弘法利生的事业 我们靠每一个人 如果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 哪怕你在详细细细的一些生活当中 你遇到的时候 你把佛法的精神给别人讲 让别人通达佛法的教义 真正是度化众生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发了菩提心 发了这个菩提心的话 你光是我现在已经发愿 度化无量的众生 那到时候 或者我长大以后什么什么 不用这么想 现在也是我们大的 真正的所有的众生 全部要度化 这样的能力都是没有的 但是我随便在身边 有很多的亲朋好友 在这些人面前 我就讲了佛法的功德 讲了大乘菩提心的功德 很有可能 这些人会发心的 即使你没有发心的话 第一次失败 二次失败也不要尽 这不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失败 这是正常现象 凡夫这些人他无始以来 都是对自己的迷乱执著相当重视 所以说即使他不承认 即使他反对 对我们来讲 也没有什么可奢望 因此在修行过程当中 希望大家在自己身边的人 能不能起一点作用 让他们逐渐逐渐地学习佛法 在他们的相续当中 真正生起一种利他的心 这样利他的心 我前两天也讲了 对家庭来讲 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社会来讲 也很重要的 对国家来讲 也是非常的珍贵 如果我们发利他的心 越来越多 整个世间当中的各种饥荒 战争 灾难 这些逐渐逐渐地会消失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有爱心 有慈悲心 有无私的 奉献一切的信念 这样的心态 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 有多少个人 大家也应该非常清楚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对社会的一个贡献 从世间法的角度来讲 也是对我们弘扬佛法的 一个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面 信菩提心和愿菩提心 具有如实的功德 合不合理呢 非常合理的 通过教证来证明合理和通过理证来宣说合理 有两个问题 首先是以教证之合理心 他这里说 我们有些人可能这样认为 虽然菩提心说 有如实如实的功德 但是这个功德到底合不合理 怎么会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有些产生这样的怀疑的话 那么我们下面可以这样说 一个产生这种怀疑的人 对佛教不了解的 不信佛教的人也有 然后对即使佛教已经了解了 就像小乘行人那样 对佛陀的这种漫长时间的苦心 还有一些布施自己的妻子 儿女 头目 老鼠等等 这样的 难心 能心的一些精神 无法接受 无法看认的 这么有一些小乘行人 那么这些人认为 所谓的菩提心 有如实如实的功德 到底会不会有这种疑问 那么我们可以回答的 佛陀 大慈大悲的佛陀当时是为了信仰 小乘道的 自我解脱的 像这样的一些信任面前 在《妙碧情闻经》当中 专门宣说了 菩提心的无量的功德 那么这些无量的功德 也是完全合理的 就像龙猛菩萨所讲的那样 众生无边无际 我们愿无边无际的众生 而发这样的愿 实际上功德也是无边无际的 这是极为合理的 就龙猛菩萨所讲的一样 他这里也是已经宣说了 这是非常合理 堪布根和采 他的《入菩萨行论》讲义当中 也讲了四种不可思议的道理 来进行宣说是合理的 他的所愿的众生 无边无际的 能遣除的痛苦 也是无边无际的 然后所得佛果的功德 也是无边无际的 通过这四种无边无际 也合理的 成立什么呢 就是我们菩提心的功德 也是有如是无边无际 是极为合理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陀在这个经典当中是这样说的 这个教证里面讲得特别细致 意思就是说 众生是无边无极的 让众生获得所缘的对境 无边无极的 我们发菩提心 配上信心的这种枯架 实际上 所缘众生是无边 所得的功德也是无边 我们所回向的善根也是无边 众生所得的快乐也是无边的 所以刚才在这里 也是有几种无边 那么以这样的无边结合起来 菩提心的无边功德也是成立的 那么这样即使你在睡眠的状态当中 菩提心 只要心菩提心 你的相续当中已经产生 然后一直没有退转 那么这个功德一直在增长 所以平时我们观察自己的相续 这次在自己的相续当中 真的有没有菩提心 当然每天都不一定要想 我今天犯了一个事情 今天没有啊 今天有啊 不用这么想 首先最关键的问题 你先发誓愿 然后发了誓愿以后 从此以后不要出现违禁 这是我们以前 一再地说过 然后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 大家也应该注意 比如说我们早上 要求大家共修的时候 你就应该心里面想 我是已经发菩提心的人了 发菩提心的话 一般来讲 我从现在到乃至佛果之间 我是要利益众生 我是发过这个事 发过这个愿 然后这样的话 我应该一步一步地走 千里之心 施于诸下 我应该这样想 我现在从一步一步地走 一步一步地走的话 那么我今天的时日当中 我不应该害众生 每天早上都应该这样想一想 如果这样想 这一天当中 不管你接触什么人 你遇到什么样的违缘 你就心里面想 哎 早上我已经发过愿了 我今天尽量地忍辱 今天我一定要行持善法来设施 如果我们每天都是 用这种方式来约束自己 这种方式来对治自己的烦恼 那么应该会 相续当中的菩提心 越来越增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一句话想要挺准备的 这是这里 哪儿好 有风景帆 放在五大黄 你会这样想要帮我 你会这样想 给我来 这种方式来说 有风景帆在我上人家 在这种方式来讲 我要想要走 在哪儿有的船上 你再找我 立正的化 没有 你知道这样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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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